8个月的高狼犬对抗7岁的老狼狗 究竟谁能取得最终胜利 今天咱们举办一起武艺切磋 就让8个月大的高狼犬出战 它的对手就是那只老狼狗狼灰色狼狗 话不多说咱们放高狼出场 高狼出场势不可挡 这只160斤的中亚牧羊犬直接倒在了地上 不过这不是真正的PK 而是在玩耍 这只高狼犬真正的对手 是在旁边的那只大狼狗 这只高狼成长得非常迅速 肩高就快到80公分高了 再过一个月时间 等它股价基本定型了 就开始增肥 中亚不耐烦了 你看它这会儿要准备发怒了 高狼也非常有眼力 它现在去欺负那只大狼狗去了 咱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狼狗一直在退浪 高狼犬非常过分 狼狗终于奋起反抗 这一套组合拳打得非常不错 但是它内心是害怕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尾巴已经夹起来了 这其实是害怕的表现 它估计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这只高狼犬 不过这只高狼犬还没有真正的起性 还没有成长成真正的萌犬 狼狗这伙准备逃跑了 看它能不能成功的越狱成功 像狼狗基本上是属于牧羊犬 牧羊犬之类的一般智商都是比较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从缝隙里逃了出去 哎哟哟吗 哈哈哈哈